夏天来了 你有没有用这三种方式来排毒呢 养生重在排毒 大家好 我是王医生 我们以前分享过一些视频 内容呢 就是养生重在排毒 那就很多朋友就在问呢 说喝这个果树枝能不能排毒啊 出汗能不能排毒啊 甚至有人还问这个钻石能不能排毒呢 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这三种方法 为什么这种排毒方式不靠谱 首先我们说这个和果树枝来排毒的 很多现在爱美的女士呢 就喜欢喝这个蔬菜和果汁呀 觉得里面呢 膳食纤维多就可以排毒 身边呢 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今天呢 用一点菠菜汁 明天呢 西瓜汁 还有那个冰蒸的橙汁啦 等等啊 想着这个毒素排完了 气色就会好了 脸上的痘痘也会好 有的呢 痘痘没少 反而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印字还偏要沉着 甚至还有动不动拉肚子 这就是很多人 其实是不适合吃这个生榨的果汁的 因为我们现在呢 很多人的体质呢 是偏寒的 只是喝这个汁 尤其是那个味很不好喝的 有的人呢 稍微冷冻一下 加以下甜食 有的人吃的就不怎么适合 我们知道这个寒的血凝 所以你这个偏寒的果树枝 进到体内了以后呢 它反而还会早致毒素 越积越多 再跟我们说这个 所谓的出汗排毒 我们知道 适当的出汗 视为排毒 大夏天呢 出出汗 正常的这个汗呢 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但是大汗呢 往往会伤羊 甚至伤到我们的心脏 身边很多朋友呢 喜欢跑步 喜欢大汗淋漓的感觉啊 但是有很多人呢 就是跑完了以后呢 尤其是上了年龄的人 会有这个心莫名其妙的空慌的感觉 这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伤到了这个心阳 有的人呢 还会出现那个失眠 稍微有响动呢 好像吓得这个心脏要跳出来似的 当然这个跟个人的体质 有人呢 是长期这样跑步 还有一种呢 就是桑拿来争这个汗 这种其实呢 是比较伤人的 当然有的是有病的情况下 为了出汗治病 这个没问题 有的人就是为了这个排毒来出汗 这种呢 是不可取的 就出现了这一些 心阴和心阳伤的表现 这个恐慌啊 睡觉了稍微一动就响啊 因为汗为心之夜 汗血同源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个心阴和心夜伤了以后 那个心阳就会孤亢 因为你大量的汗呢 伤阳呢 是当时的紧急表现 过后留下的这个后遗症 就是这个伤阴啊 今天还接一个说是 自己就是感冒了以后 出汗 一直止不住汗 完了以后呢 就造成了这个心阴心慌 这个就是 今时所养的原因 最后呢 我们再说这个 所谓的断食能不能排毒 他们所谓的这个断食呢 就是不吃主食 现在很多减肥的朋友呢 为了快速减肥 也是不吃主食 虽然有的时候呢 肥减下来了 还导致这个气息不足 头晕眼花 压量减少啊 甚至必经的都有 其实这个断食呢 隔一段时间 根据自己的体制来搞 我们曾经说过 道家的一个壁骨 因为我们正常人呢 不比修行的人呢 人家可以停下工作来 但是我们呢 可能日常还要工作 你说少吃一点 避一下骨啊 就所谓的清断食 这个都没关系 但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 不能一味的排毒 就是为了减肥 我头晕了 我还继续不吃 这样呢 是不对的 有的人说 这两天又重了 好 我这两天就不吃 过两天呢 又不吃 这样不行 你这个呢 要列入计划来 断上两天 没有这些症状 就可以了 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这症状 马上开始复食 另外呢 还不要突然的复食 不是说我前三天 什么都没吃 今天的大鱼大肉 这样都不好 所以这种呢 不但不能排毒 反而还能给身体呢 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损伤 尤其这个女孩子 所谓的什么 清断食呀 然后本身还不规范 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的身体状况 然后来这样搞 这样的都不好 所以说呢 上面的三种排毒方式呢 是不可取的 那另外我们身体里面 这些寒毒 湿毒和痰湿 该怎么排出来呢 有没有一些 更好的这种排毒方法呢 我们下一个视频呢 告诉大家 今天呢 最后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终于传承人 感谢观众王医生 感谢观众王医生